總統今天特別蒞臨 一進場 總統賴清德熱情和民眾揮手 參加國慶晚會 致此時除了祝賀中華民國選日快樂 也強調台灣主權 其實最重要 有一樣意義 也就是我們一定要銘記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要愛我們的國家 時時愛我們的國家 提醒時刻 團結愛國 由於對岸的中國 剛過十一國慶 有許多位台灣藝人表態祝福 更稱中國是祖國 賴清德忍不住糾正 祝賀詞要精準 我們的鄰居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剛過完七十五歲生日 再過幾天 中華民國就要過一百一十三歲生日 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的民眾的祖國 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深耕已經75年 我們是不必再去談論這一層關係的 如果有人要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特別祝賀子要精準 切勿用祖國兩制 以建國年份差距彰顯兩岸互不隶屬 而賴清德也借著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場 特別喊話要朝野團結 藍白再度聯手封殺總預算 賴清德先是在下午參拜時期盼不分黨派早日審查 又在國慶晚會再提總預算 就不知道韓國瑜是否聽盡而立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 謝謝